哈喽大家好 我觉得我每一次开头都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打招呼 因为我也实在不知道有什么更加新奇的方式可以问候大家的 上一次呢就是我们讲到了手机上瘾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手机上瘾呢有大部分是因为社交网络上瘾 社交网络呢就比如说是Facebook Twitter然后微信等等 这些都是社交网络 然后现在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叫Instagram 我的朋友呢就一直让我去注册一个Instagram 然后我就一直不愿意 因为我觉得微信一个微信对我来讲已经是花费了太长的时间了 我就不想再多更多的社交网络的账号 然后我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些社交网络上面 所以我就非常不愿意再去注册新的社交网络 但是呢我有我是有Facebook 不过呢我就是不常在上面就是post我的照片啊 或者是我最近发生什么事啊 我不在Facebook上面做这些事情 不过之前呢我在Facebook上面开了一个中文学习的一个群 然后我当时我刚开始想要开 想要建这一个群呢是因为 我想让世界各地学习中文的人呢可以聚集在一起 然后可以互相帮助 因为我有看一些其他的Facebook的学习中文的群 我发现呢有很多群他们就有很多广告啊 然后有很多老师在上面打广告 当然我曾经也在上面打过广告 所以我并不是说这样做是不对 只是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群呢 它里面非常多的都是广告 然后去这个网站学习啦 然后这个中文老师好啦 那个中文老师好啦之类的 所以呢我就想建一个比较纯 单纯的一个群 就是这个群里面可能可能会有广告 但是非常少 然后大部分呢都是分享一些学习的资料啊 然后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的问题可以 就是可以把你的问题放在群里面 那群里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 或者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呢就是我这个群也是人不太多 然后呢再加上 就是问问题的人也不是很多 所以让我这个做老师的非常没有成就感 不过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加入我这个中文群的话呢 我在description里面留了我这个群的链接 你们可以点击然后加入这个群 非常欢迎大家 在社交媒体上呢 你经常可以看到你的朋友或者一些不认识的人 他们会就是晒自己出去旅行的照片 那但是清一色的 清一色的他们都是会晒美丽的风景啊 然后好吃又好看的食物 或者是自己非常愉悦的心情之类的 好像就是你出去旅行就是两个字美好 这些东西看多了以后呢 我会觉得有一点腻 所以当我在豆瓣上面看到有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旅游失败小组 然后我就迫不及待的点进去看了 旅游失败小组顾名思义 它就是记录一些你旅行当中一些失败的经历 所以呢就是我会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 如果就是大部分人 他们会晒的是自己的成功 晒的是自己遇到的一些positive的事情 但是真的很少有人会把自己很丑的事情 或者是失败的事情放到网上 去跟大家分享的 那所以呢就会让我觉得 这个小组他们分享的一些东西 真的是觉得就是很有意思 豆瓣呢是一个中国年轻人非常喜欢的网站 应该说是中国文艺青年们非常喜欢的网站 你在上面呢可以找到各种电影啊 音乐或者书籍的评论 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在上面写你的评论 比如说我看完电影以后 我就非常喜欢到豆瓣上面去看别人写的评论 因为有些人呢对电影的理解就是非常的特别 所以你经常可以在上面找到不一样的视觉吧 就是你会发现啊原来电影里面还有这个细节我怎么没有发现 然后其他人就发现了然后他会跟你讲这个这个细节其实代表了是什么样的意思 导演想要表达什么什么样的意思等等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然后呢在豆瓣上面也有各种小组 这种小组呢就是跟Facebook上面 其实Facebook上面的小组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就是旅游失败小组也是其中的一个小组 首先我觉得这个小组的名字就很想让你进去看一看对不对 然后这个小组里面就是分享的内容呢 就跟他的名字一样 就是分享你在旅行过程当中失败的经历 总之点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好惨 就是各种总之是各种失败 有天气失败 食物失败 然后交通失败 人也失败 总之就是就是两个字失败 然后所以呢我会觉得就是 其实这才是这可能才是真正的人生吧 因为旅行 我觉得没有一场旅行是100%完美的 虽然你在旅行之前你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精力去做攻略啊 去订酒店啊 然后去准备这个准备那个 但是即使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准备所有的事情 但是就像你的人生一样 你不可能遇见每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旅行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意外啊 所以说呢旅行并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情 而是我觉得旅行更像是一场修炼 你修炼什么呢 你修炼的是你看待事物的角度 然后你也修炼你乐观的心态 你也修炼自己就是能够发现美的眼睛 所以说旅行真的是一场修炼 其实我自己在旅行中也会碰到很多小意外 就比如说有一次呢我们去以色列旅行 当时呢从上海到以色列是没有直达航班的 所以我们就要先从上海乘飞机到北京 然后再从北京转机到特拉维府 那天晚上呢是因为航空管制的原因 所以从上海到北京的航班呢就晚点了 这就导致我们就没有办法 就是赶上后面从北京到特拉维府的航班 我们就不得不在北京住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晚上才能搭上从北京到特拉维府的航班 那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 我们当时同行的三个小伙伴都是非常乐观的人 没有人觉得不开心 也没有人抱怨这件事情 虽然我们不得不浪费一天的时间 住在北京 然后我们又要去修改后面的酒店预定啊 然后修改后面的租车预定啊 包括后面所有的行程 因为我们浪费了一天 所以我们要调整后面所有的行程 虽然我们有那么多的事情要重新去规划 但是我们没有人抱怨这件事情 我们还利用了这一天一夜在北京的时间 去逛了北京的胡同 吃了北京烤鸭 所以大家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在北京待个一天一晚 这样子 还有一次呢是在冰岛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时冲动 就是去报了一个浮潜的项目 然后这个浮潜在冰岛还是蛮有名的 如果你们去网上搜的话 应该可以搜到这个浮潜项目叫Selfra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发音是不是正确 然后这个浮潜项目的特别之处呢 是在于它是在一条裂缝里面做浮潜的 然后旁边的是山崖 一边的山崖是属于欧亚大陆的 一边的山崖是属于美洲大陆的 然后水下的风景也确实是很美 也确实是很美 但是为什么我会说自己是一时冲动呢 是因为当时的温度其实只有零度左右 而且是下着雨下着冰力 我们需要在露天的环境下冒着雨冒着冰力 然后换潜水服 然后要再用40分钟的时间去脱下那个潜水服 你们也都知道就是潜水服是很难穿 是很难穿的 然后需要别人帮忙 那个地方呢又没有室内给你换潜水服的地方 你只有在室外换潜水服 天气又非常冷 之后呢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怕冷的人 而且我当时是刚刚学会游泳 我心里是其实是有点怕水的 而且他这个浮潜项目非常长 你要在这个缝隙里面呢 要游30分钟30多分钟 然后当时真的我是觉得筋疲力尽 就是我游到后面 我简直觉得怎么为什么还没有到 为什么还没有到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你能说这个体验是美好的吗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舒适的体验 但是当我完成这个浮潜项目之后呢 我心里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我完成了 我觉得自己不敢做的事情 我也真的去做了 所以当时的成就感 真的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满足 所以呢 在旅行当中 你看待事物的角度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回想起来 在旅行当中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都是非常宝贵的人生体验 也是你人生当中的一大笔财富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小意外呢 你可以在留言当中告诉我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